台灣大賽前兩戰 兄弟統一的傳統好戲 雙方除了各取一勝 也都寫下不少記錄 統一這邊在Game1有潘武雄敲出終職冠軍賽史上 第一發延長賽的代打拳打 無疑是難霸天搶下開門紅的最大功臣 不過八局下登板投球的正軍人 也創下一項難得記錄 身為聯盟本季出賽數最多的選手 台灣大賽初登板的他 先用三球單陣掉陳家居 接著對上黃威城在一顆壞球之後 連丟三顆好球K掉對手 下一棒的潘志芳又送出三球三陣 用十球完成3K 接下台灣大賽史上 單局三次三陣的最少用球數記錄 但要說到投手 中心的三冠王德寶拉 第二戰表現更是厲害 首次在總冠軍賽先發 主頭八局狂飆九次三陣只是一分 成為聯盟三十一年以來 第一位在台灣大賽 繳出這番成績的左投手 就算把右投也加進來 前一次在總冠軍戰 至少投滿八局只是一分 還標出了至少九次三陣的投手 也要追溯到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八號 前時報應羊頭馬力安 當時在對衛拳龍時 先發九局只是一分 送出了十二張老K 而且快樂寶拉從七局上一出局開始 連標五K的鬼神表現 也追平台灣大賽的連續三陣紀錄 成為繼新農牛的風情 統一世的瑞奇 肺骨落以及桃園王毅鎮之後 終止史上第五人 不過要贏球不能只靠投手 黃山軍GAME TWO能夠頒平 多虧打線有兄弟聯心 越東華跟越振華 兩人第二戰同時先發 成為終止史上最年輕 同場先發出賽的兄弟黨 隨後到了二局下 他們更先後炸裂兩分炮 攜手率隊逆轉戰局 也締造台灣大賽史上 頭一遭由兄弟黨在同隊同場同局開轟的罕見記錄 其中越振華的台灣大賽生涯首安就是隻兩分炮 讓他以十九歲又兩百七十七天的年紀 超越林辰飛成為史上最年輕 在總冠軍賽開轟的球員 用表現證明自己能入選二十八人名單 絕對不是僥倖 也讓人更加期待 接下來的台灣大賽 兩軍還會出現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奇記錄 外體育新聞綜合報導